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守株带兔 古时候,在宋国有个农夫,他种着鸡母地 在他的田边上有一棵大树 有一天,农夫正在田里耕地 突然,一只兔子从草丛里窜了出来 一不小心,撞在大树上 那只兔子撞断了头颈骨,死在了树下 农夫看见后,把兔子捡起来 当天晚上,农夫一家人就吃到了一顿美味的兔肉 还得到一张兔皮,开心极了 从那以后,农夫再也不想干活了 整天守在那棵大树下 希望再捡到撞死在树下的兔子 一天两天过去了,十天半个月过去了 农夫再也没有等到第二只撞死在大树上的兔子 荒无了庄家,害了一家人 其实,野兔撞在树上死去,这是非常偶然的事 它并不意味着别的野兔也一定会撞死在这棵树下 可是,这个农夫竟然以偶然当作必然 不惜放下农具,任其耕田荒无 就等待偶然的收获,真是太愚蠢了